你们一定见过两条腿走路的蓝胖子 但你们见过四条腿走路的蓝胖子吗? 大阿雄用自己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相同爱好 连媳妇都追不到 本应该大玩特玩的周末 大阿雄却在绿荫下 装起了知识分子 就连骑行交游 甚至媳妇亲自开口邀请 大阿雄也沉迷于读书 无法自拔 可真相却如同小夫所说 还不是因为大阿雄不会骑车吗? 大阿雄回到家 从仓库里翻出一条绳索 然后让正在吃毒食的蓝胖子 赶快麻溜的趴下 还在蒙圈的蓝胖子刚趴下 就被大阿雄套上绳索 再顺势骑上去 随后一记陈年老脚 蓝胖子就成了座骑 大阿雄一拉缰绳 疼的蓝胖子直接把大阿雄甩得屁股朝天 可大阿雄不会骑自行车 也不能全怪大阿雄 这得怪自行车只有两个车轮 如果像蓝胖子有四条腿 那大阿雄觉得自己也能骑 想着自己骑着四条腿的白马 成为静香的王子 大阿雄呢叫一个心花怒放 虽说被当成座骑 让蓝胖子很生气 但为了大阿雄的爱情 蓝胖子拿出了驾驭缰绳 无论是什么动物 只要套上缰绳 就能一日千里 蓝胖子膀胱一扫 发现了小黑 小黑把蓝胖子当蝉使官 可蓝胖子却抓他来当座骑 大阿雄骑上小黑 本以为这比走还慢的速度 可以轻松驾驭 可他忘了喵星人可是会飞檐走壁的 大阿雄最终还是败给了牛顿这位科学家 小黑也给逃走了 大阿雄觉得还是猫太野 决定找条狗来试试 狗子的气势是不错 可大阿雄的小心脏却砰砰直跳 大阿雄刚骑上狗子 蓝胖子却被一脚涮飞 大阿雄怀着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 靠着一套拉僵绳术 终于降服了狗子 大阿雄再次下达命令 狗子似乎也找到了成为做奇的乐趣 一顿疯狂标诉后 跟大阿雄上演了一出马戏团杂技 可下场却是 大阿雄变成了灰头土脸 大阿雄又把目标换成了静香家乖巧的佩罗 可大阿雄还没骑就摔了一跤 蓝胖子只好也上手帮忙 可静香却以为 大阿雄得不到他的人 就想得到他的狗 这时 小福克巴虎来了 之前的做奇让两人捡了漏 看到佩罗也带着缰绳 静香毫不犹豫 再次抛弃大雄 跟虎夫二人远走高飞 看着媳妇再次跟人跑了 大阿雄只能把气撒到了蓝胖子身上 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也有这个驾鱼缰绳 就希望起什么动物呢